我看到一个观众留言关于这个对中国的未来出现变化以后 他的直观的感觉是可能会出现分奔离析的状态 他认为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前苏联那样的相对和平的解体 有可能出现兰斯拉夫模式 打到现在好像还没结束呢 你看兰斯拉夫解体以后的版图中 塞尔维亚他有两种算法 一种是包括科索沃地区 一种是不包括 这就说明还没打完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不仅仅说巴尔干半岛是一个火药桶 它原来就是个火药桶 其实也是在共产党统治期间 出现了很深的民族矛盾 所导致的 中国今天这样 不比他的民族矛盾还要激化吗 所以吃悲观态度的人 那我觉得最起码是有一定的原因 而且中国还涉及到相对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你说你跟苏联看齐 不太容易 人家有一些先天的优越条件 首先地大 人口不仅没理这么多 而且分布比较松散 第二个呢 就是他有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直到今天还在运作着 那并没有因为前初年的解体 政府就不提供给民众基本的保障了 那最重要的一点 他有东正教作为一个全民信仰的基础 那中国 有钱的可以信道教 是吧 有钱的也行 你比如西胖他就信道教 对吧 那么 没钱的呢 可以期待这个 来世 据说 有三四亿人是信佛教的 那么 真正这个 相信佛教的 或者 按照佛教的一些传统约定去做的 哪怕是在家做居士的 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 赶个时髦也有些人 信佛教 最好是信 藏传佛教 因为这个听起来又神秘 是吧 而且又有实际的好处 谈着谈着就 谈到密宗 谈到双修了 是吧 这个还可以作为一个谈子 中国还有 一亿多的基督徒 当然了 中国也有几千万的穆斯林 中国的这些信仰 有一些人是当真的 比如说中国的穆斯林 传统意义上 他们把自己认为是 居住在中国 而不是中国人 这不是今天才开始 可以说有穆斯林以来 他们都是这样想的 那么基督徒呢 基督徒你看到的 也分 是吧 分很多种 我到美国来的第一个视频 做的就是 关于这个 中国共产党迫害 基督教的情况 他也是有区别对待的 信仰天主教的 信仰东正教的 信仰这个新教的 这还分这个 三次教会的和地下教会的 那地下教会呢 又分为 东北的地下教会和 江苏的地下教会 江浙一带的地下教会 其实区别相当大 真正受到迫害 受到打击的是 江浙的信仰 新教的地下教会 那么佛教这个东西呢 差不多搞到最后 就成骗钱了 中国有一些寺院 其实是没有和尚的 只有承包商 他的目的是为了分钱的 而大一些的寺院 他又分 知客生和核心生团 就他有追求这个 佛教信仰 研究佛教在中国流传史 甚至有一些是 真的相信佛教的 他有自己独立的 交往的模式 他跟你日常见到的这种 类似于旅游景点 接待员的这个 知客生 他是不一样的 道教在中国 其实很小众 因为太费钱了 那你这样算下来 中国最多的是什么呢 还是无审论 是吧 当然有一些地区 比如说东北 他姓保家仙 总体上来说 中国人的信仰 比较多的应该是 无审论 没有任何敬畏 他不需要敬畏任何东西 只要对自己有利 是吧 有钱 能使 鬼推磨 那么中国的现状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你现在有担心 没有担心 最终 你面对的事实 就是这样 他有一大帮老粉红 或者是 说这个 坏人正在慢慢地变老 这个基础 非常牢靠 他们在许多问题上 与这个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人 想得不太一样 而且你很难去改变它 那么基于这种现实 你说 中共 出现中央威权的 这种危机的时刻 会不会出现 战争 我个人倾向 他一定会 所以 鲁玛利亚模式 是有可能出现 那就 兰斯拉夫模式 是有可能出现 而且很难被改变 这不是你我 愿意不愿意 或者大家共同 鲁玛利 很多东西 不是你说 是整个社会 变化过程中的 一种 必然 看到这一点的人呢 应该来说 相当多 在中国 无论是知识界 还是普通民众 讨论这些话题 其实从来 就不是一个禁忌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都可以 私下的讨论它 你在前面 加一个标题 没有共产党不行 共产党一倒了 中国就要乱 一乱了 就要死很多人 这个你就 政治正确了 如果你要觉得 共产党肯定会倒台 因为 一个政党 永久的统治 一个国家 这个 在历史上 好像没有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 大多数都是两百年 短一点的 其实更多 而且中国 有记载以来 这个分裂的历史 比大一统要长久 那即便是从 秦始皇统一 灭六国 这个重新统一 因为他是 经历了五百五十年的战争 才最终走向统一的 从他开始算 这两千两百年 分裂 也比大一统要 更长久 那么中国的现象呢 是可以推导的 是因为中国存在的基础 本身就不牢靠 大多数人 热爱自己的家乡 从上 夜楼归根 哪怕走得再远 很少有人认为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在任何地方 一介绍起 自己来都是 我是无锡人 是吧 我是沈阳人 我是台州人 你听说过 他先告诉你 我是中国人 其实这个观念 在中国形成 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 清末有许多人 想创建一个 现代国家 他们拿大清的本徒 作为 与各国的边界 当然最后也没守住 东北年出海口都割美了 跟俄罗斯的边界 跟越南的边界 到现在为止 说不清 因为你要是探究 他的话 就变成一种违法 说你寻衅滋事 是因为你 啥事你也没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了 他就说你泄露 国家机密了 所以我相信 在未来的中国 变化中 一定会伴随着 血雨腥风 只能说 今天多想一想 当做闲聊 未来 面对现实的时刻 尽可能冷静一点 不要把 动荡的连带 预想的时间太短 因为太短 不足以 出现一个 相对稳定的阵体 即便你说的再文雅 这种担心 也越来越逼近了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